一百多年以來,隨著時代的步伐,香港土地亦一直在改變,擁有悠久的發展史。 這次就來看香港百多年來土地的發展歷程。 由於歷史的關係,香港曾一度被英國管治,在英國政府所管轄的時期,政府很早已經開始在港島及九龍半島進行一些填海工程, 以增加香港整體的土地容量,以便進行各種發展和建設。 例如在1852年之時,因為中上環發生嚴重火災,政府事後把大火出現的雅力及附近山坡的泥土放在皇后大道中,及威靈頓街至摩利神街的紋涵海旁。 之後,亦陸續填海,創造現時建造的中上環海邊的土地。 其他著名的填海土地包括九龍半島的西面、九龍半島的東面、 軍塘工業區、荃灣葵青工業區、貨櫃碼頭及後來的新機場等。 填海得到新土地的同時,政府亦開始招標及拍賣土地, 讓私人發展商參與進行一些土地建設和買賣,使得整體經濟,在房地產市場帶動下大力發展。 現時的中環核心商業區及油尖旺等各種商業用地,亦跟隨香港整體發展慢慢形成,成為香港經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時至今日,這些地區亦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區域。由於早期政府指示因應一些短期需要而發展土地,沒有整體規劃,並且缺乏全面和深入詳細的部署。 部分土地發展計劃可以說是有不少漏洞,尤其對環保方面沒有考慮,並且在不時有重大天災出現的情況下,發生不少死傷。 因此,之後政府才逐漸發展出各種相關的條例,包括建築安全、發展密度、規劃管理及土地用途等。 香港在發展過程中,依據城市規劃條例,發展不少新市鎮如沙田、屯門、大埔、將軍澳等。 在這些新市鎮內,興建大量公共屋村,解決很多基層市民對於住宿的需求。 可惜原來新市鎮的設計,是應該包含各種工作機會,但後來由於工作機會仍然集中在傳統的已發展區域,引致很多居民必須通過長途的交通,到其他已發展地區上班。 另外,百多年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,用地卻沒有配合增加,使香港整體市民都面對一個重要問題,就是沒有足夠的房屋可以容納或滿足市民的需要。 如何增加發展用地,在過去數十年來,都是香港房屋問題的一個重大困難。 近年的重大長期土地政策,都是希望增加土地供應,可以令市民安居。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計劃,明日大序等,都是政府未來發展重點。 這些地區將會作為中長期房屋供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,期望可以有效改善香港房屋住宅的需求。 不過,軟水不能夠近火,希望政府亦能在短期方面,多做一些功夫。 例如盡快發展小豪灣車廠用地,並且建造更多房屋。 有預計如果發展成功的話,該用地可以提供約二萬個公司型房屋單位。 這亦可以緩解市民現時對於房屋急設的需求。 寬請 내居可 disp寬堂。 請後先生, Предfounder廣告,出ELLI前堂主活動者 لي聽見這些事。 要從廣告,推理你去本地的ici。 請龍起來。 帶大座工房屋 funded地,政府有給ccified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